好可怕 这攀岩小伙不小心从峡谷摔下 右手竟被巨石卡死在了石缝中 他尝试将手拔出来 但不管是用力拔的 还是使劲推的 小伙青筋都爆出来了 这块巨石都纹丝不动 他不敢置信 情绪瞬间紧张起来 他身体悬空 脚踩小石块 用尽吃奶的竞拼命往前顶 一下 两下 三下 还是没用 他不愿放弃 抬起左脚用力往后蹬 不行了又试着踹 可不管小伙用了多少种方法 直到最后整个人都疲惫不已 这块巨石都一动不动 他都绝望了 身处狭窄且高耸的峡谷凤里 不仅方圆千里没有人 小伙出门前 还根本没和身边人说要来这里 就连电话都压根没带 这不就应了那句 不作死就不会死吗 眼看继续干着急不是办法 他立马冷静下来 把身上所有物品都摆出来 手表 攀灯绳 零星食物 水袋 还有摄像机和钥匙银行卡 看着这些装备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 接着小伙又喝口水冷静冷静 但忽然一想 几百毫升的水 撑死只能喝个一周 又赶紧拧了回去 他拿出一把瑞士刀 手指划了划觉得还挺锋利 便打开电筒 对着巨石就是一阵猛戳 可戳了半个钟 手都算痛了 这巨石才没出了个粉 结果手一划 小刀还掉地上了 但小伙身体被卡在半空 手根本就够不到 他又尝试伸脚 但没有用 又拿着小树枝去勾 太直了 也没用 最后他把树枝掰弯 这才成功勾上 可小伙发现 这小刀已经给磨到盾了 别提要戳石头 就连皮肉都割不开 但他不想放弃 又坚持磨 一直磨到了凌晨 累了 他就寒下一口水 过了许久才肯咽下去 随着困意来袭 他用登山绳往头上是块抛去 以凸点回支柱 再绑上腰上护套 这样就不怕睡觉时会悬空往后倒了 可身处这般困境 小伙才眯了半个钟 又接着继续磨石 那么他究竟能逃脱吗 被巨石卡住24小时 小伙右手已经成蓝灰色 看来是保不住了 而且一天的磨石下来 小刀也炖得不能再炖 他只能放弃磨巨石 就连身上的水也只剩300毫升 还没普通的矿水瓶多 现在能逃出去的机会 要么是把右手割断 要么就等人来救 显然 等人来救压根就不靠谱 可即使这样 小伙也不停告诉自己 到了晚上 气温骤降 他背上背包戴上帽子 全副武装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肚子饿了 那就奖励自己一片面包 可越吃越渴 小伙现在只想回家 倒杯可乐 对瓶冰啤酒 他不敢喝水 只能取下隐形眼镜 含在嘴里缩缩泪水 等到被困第三天 小伙拿出登山绳绑在巨石上 再套上钩子 尝试将巨石整个拉起来 但由于这绳子弹性极好 不管他怎么用力转 巨石根本就一丝没动 他想过把右手绑死 用小刀将气割断 可由于小刀太顿 磨来磨去也就只有几条血痕 小伙备感绝望 又拿出水瓶含了一口 结果精神一恍惚 水瓶还翻了 这下可好 本来就剩150毫升的水 现在只有几口不到 存活几率越来越低 但他想到自己的女友 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结果下雨 头顶没声大吐 居然下起了磅礴大雨 小伙赶紧吐出舌头 又举起水瓶接水 可万万没想到 由于雨势渐渐变大 峡谷里头居然发起了水灾 猛烈的雨水冲了下来 没一会就把小伙淹到了半个头 但也多亏这大雨 巨石松动 让他顺利拔出右手 接着他整个人被冲了下来 就这样爬了上岸 小伙一路狂奔 开着自己车就往家里奔去 他拼命敲打大门 女友也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谁知小伙有话 却怎么都说不出声 下一秒 他就从幻觉中惊醒 他还身处峡谷 这一切又是多么绝望 小刀插进手臂 他已经在这峡谷里被困四天了 右手还卡死在巨石里 神经估计早就坏死了 而且最后一滴水已经喝干 为了求生 他迫不得已要尿液来解渴 可小伙依旧在坚持 刀部锋利了 他就不停地在石壁上磨 但身体消耗过于严重 再加上几天没进食 小伙的神志逐渐模糊 看到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全都站在自己面前 他倍感绝望 利用摄影记录下了自己的遗言 还在石壁上磕下自己的墓碑 但恍惚之间 小伙看见了儿时的自己 回想着当初的快乐时光 他又燃起了求生的希望 于是他稳住呼吸 身体用力一扭 第一根骨头断了 他痛得不行 但还是咬紧牙关 再将第二根折断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的就是接下来方便切手 而由于接下来场景过于惊悚 这里就不放给大家看了 总之经历了一个小时的痛苦后 小伙这才将右手切了下来 他赶紧保持清醒 用不将断臂遮上 他终于能逃出去了 但在离开前 小伙还拿出相机 对着巨石和那只断手 拍了个纪念照 接着便收拾好行囊 成功走出峡谷 再次感受到阳光的温暖 他整个人都兴奋不已 当他往下看时 地上有个污水坑 小伙无比口渴 但站在这地方 也根本下不去 还好 旁边有前人留下的钩子 他爬上去清了清 便细上绳索滑到了底下 也不管这水脏不脏了 他就整个人都扑了上去 接下一大瓶水就是灌 随后小伙步行树理 这才见到了人 他请求他们给自己水 拿到后又是一阵猛惯 但这一家人也没带电话 他们只能继续走 这才撞见第二批人 最后 小伙泪瘫在地 但当他抬起头时 救援直升机已经来了 历经127小时 他终于得救 而这就是根据亚伦拉斯顿 真人真是改编的电影 127小时 虽然失去了一只手 但他依旧热爱登山冒险 只是现在不管去哪 都会告诉佳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